如果你是中學生或者小學生的話 今天這段影片是給你看的 學音樂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很自然的事 很自發 是很少人可以這樣做 你一定是被大人去逼的 是 沒錯 我是說得對 是被大人去逼 被你父母去逼 而這件事亦發生在我身上 我亦都是當初被我爸爸去逼的 那為什麼他要逼我去學小弟禁呢 是因為他從前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到他長大了之後 他很希望自己的兒子可以學小弟禁 他亦都是跟我一起學 所以我是被人逼出來的 我也跟你一樣是被人逼出來的 所以不要覺得只有你一樣是很慘 為什麼被大人逼 但是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你這一刻你不知道為了什麼去抓好 純粹可能是如果你抓不好 或者你在上課的表現一般 你是回家爬罵 在課堂上會被先生罵 可能是用很重的語氣 又要對你哭 我有沒有試過哭呢 我當然有試過哭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影片 我按些音不準 然後給先生用一支很粗的原子筆 在每一個手指尖上去畫到花了打圈 你要用這個位置去按 你要用這個位置去按 我當時很想哭 然後我另一位先生 黃思行先生 是最初跟他沒多久的時候 那些基本功其實是很不紮實 我當時只有五六年級 其實跟你們差不多這個年紀而已 那我五六年級 是被他說我音準不好 是要練一個小時 是遠遠不夠氣 起碼要練兩個小時 我覺得我很慘 因為功課已經很忙 我是讀聖方濟國小學 每一天八九樣功課 是起碼的 我還哪裏可以去找時間 最後發現 我早上練 香港早晨都未播的時候 六點鐘 在廁所那裏練 廁所當然就不是很大 坐在馬桶上面 練半個小時 然後才吃早餐上學 為何我要做這些事 為何我的妹妹 她其實也有學音樂 她也有學鋼琴 為何她可以不用這樣做 到底我為了些甚麼呢 我當時是不明白的 我亦都相信 你現在這個年紀 是不會明白 為何你要做這些事 但是有朝一日 你會明白 你不要理你現在 你這一刻 是為了父母好 是為了先生好 為了甚麼都好 總而言之 這件事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你做好它 你手上有的東西 你要做好它 為何你要做好它 因為這件事 如果你不做好 如果你不著緊 是沒有人去代你去著緊 而你是不是沒有這個能力 你絕對有 我也不怕跟你說 你在學習上 你在小學 甚至中學 你所學到的東西 九成你會不記得 但是有一件事 如果你在用心 擠響音樂 學一件樂器 你是會記得 而當你十年二十年 之後你想回 你會很慶幸 當時你是有下過苦工 是有用心去學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是會一直陪著你 去到很遠很遠 去到你七八十歲 你都會是記得的 你未必記得 你小學的時候 學過甚麼科學 甚麼常識 學過甚麼東西 或者你是考過幾多一百分 多少分 但是如果你是用心 學音樂這件事 是會陪著你 而它是能夠在你開心的時候 在你身邊 在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彈一首歌 或者拉一首曲 你就會心情平復 這件事是很有價值的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這件事是不會錯的 你現在這一刻 是覺得很苦 每天要一個小時 但是是不是都要練琴 那不如用心練好它 第二件事我想跟大家說 我是甚麼時候 是懂得把練琴這件事 當做自己的份來事 我猜是開始了比賽之後 大概是去到中學這樣的階段 開始明白 或者是開始一個人是會著緊 會不想輸給別人 因為慢慢你會覺得 我是不是真的做不到 我是不是真的甚麼都不懂 我是不是真的有那麼難 先按個按鈕 按個位置 是不是拉一個音 拉得好聽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難 為甚麼 我的班上的同學 為甚麼在樂團裡面 隔離 前後左右 都拉得比我好 或者他們明明拉得 是比我還差 為甚麼他可以坐在前面 如果我的表現真是比他十倍二十倍 我是不是還會坐在這麼後的位置 當你有這些小小的好勝心 你就不會想輸給別人 你不會想輸給別人 當你去到大學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很喜歡音樂 你固然會以他為一個學科去讀 你很想在這個科目上去進修 然後你就開始去拉一首曲 你會問 為甚麼作曲家會這麼不開心 為甚麼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會不知為甚麼會流眼淚 就是這一刻你會去了第二個階段 然後會令你再想拉好一點 想著緊一點 音樂是一件很神奇的東西 你有多喜歡他 他就有多喜歡你 你有多喜歡他 他就會有多喜歡你 是跟其他科目不同的 你很喜歡數學 或者你很喜歡常識 他未必會很喜歡你 他不會給到反應你 你最多都是一個死記的關係 他告訴你有這十件事 那你這十件事你就記了他 跟你開不開心是絕對無關的 他告訴你一些資料上的東西 是記憶上的東西 是考你記不記得 是不會說你記完他之後 或者你回答某個題目之後 你會很開心 其實不會的 但是音樂這一個科目 我不應該說科目 音樂這一個東西就是會這樣的 如果你有幸 爸爸媽媽跟你一起上課 你要很感激他們 他絕對可以叫工人姐姐 帶你上來學琴 或者是他可以帶你上課之後 他是去其他地方去放鬆一下 他絕對可以這樣做 但是如果他是有心跟你去先生那裡 還坐在那裡去看看先生怎樣教你 你拉成怎樣 是很難得 你一定要知道這件事 不是理所當然的 父母不是理所當然要這樣做 你會十年二十年 回想起來 你會覺得很難得有一段時光 是爸爸媽媽會和自己一起上課 我說的這一番話 未必是你的先生 是說過給你聽 或者你家人有這樣的機會 說給你聽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天跌下來的 所有東西不是天跌下來的 先生很用心教 也不是天跌下來的 如果先生知道你的天分 其實他是很想代你去拉的 他是很想代你去拉 如果你是聽得到音準的話 是很慾緊的 如果你的先生是 你覺得他很餓 你覺得他很餓 但是其實他心很想代你去拉 但是可惜他做不到 他很想代你去聽 可惜他做不到 先生絕對是可以這樣坐在那裡 很舒服這樣 啊 OK 再拉多一次 再拉多一次 如果你看到一個先生他不是這樣的話 你是要補給心機 你不可以辜負你身邊的人 爸爸媽媽 先生 對你的 你不可以浪費了他們的心血 浪費了他們的心機 你不可以辜負自己 你絕對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明白香港這一個環境 對學音王來說 不是一個最好的環境 又不是一個 綠油油的地方 周圍有很多互相比拼的 你所接觸到的東西 都是很重物質的 但是現在就是考一下你了 即使是一個小學生 就是考驗一下你 你能不能夠 即使有這些不好的環境 你能不能夠做好你手上的東西 你不能夠 是等到有朝一日 香港變為好像歐洲那樣 四周都是一個森林 又有湖泊 又有原野 在一個這麼好的環境之下 才去拉好一首歌 因為不會有這樣的一天 但是如果你做到的話 你很用心去做 其實這個環境 就是在你心裏 不要去等 環境的完美 才去很用心地練 這一句也不單止是跟小朋友說的 如果有看片的大朋友 不應該是等所有東西 我等我的手指夠長 我等我有把很好的琴 等我學到一首很好聽的曲 我才去用心 是不會有這樣的一刻 你不知有這樣的一刻 但你不知他什麼時候才來 手上你現在 你能夠做到的就是 有這兩個小節 我很用心去聽 我亦相信 你很用心的話 你是會聽到的 你很用心的話 你一定會聽到 所以 不要用心去做 不要辜負自己 你是做得到的 如果我做得到的話 你也一定做到的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多謝